本土确诊数稍微趋缓 指挥中心12号宣布 本土新增22653例 比上周四下降大约27.1% 令人担忧的是 日本发现了四例大魔王XBB.1.5 等于XBB.1.5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另外一个国人最常往来的美国 XBB.1.5更早已经成为了主流病毒株 偏偏对每日入境旅客 没有做唾液PCR 也没有要求疫苗证明 自重症或致死率并没有提高 WHO也对美国的这个疫情 它的公布的这个透明 非常的称赞 超强的新变种是在我们的东边 而政府却只瞄准西边来的旅客 号称大魔王的XBB.1.5 免疫逃脱力最高 传染力最强也容易二次感染 最多症状是呼吸困难 BF-7.7传染性跟隐匿性也很好 特殊症状是会丧失天力 BQ.1传染力跟免疫脱逃力也很强 喉咙痛会比B.A.5还要严重 口服的两种抗病毒药物的效果都是很好 医师黄轩引用美国研究表示 只要确诊过新冠肺炎 尤其是重复感染者 体内有一些器官会加速老化三到四年 包含大脑心脏和肾脏 一些器官衰退或者是出现功能下降的情形 比一般人快 这些研究看起来都还是在这个Omicron之前的这些变异株 虽然你感觉好像是呼吸道的感染而已 可是事实上它病毒已经清翻到各个器官去 可能会让它的功能不好加速老化 医师提醒不要以为确诊过就没事了 反复多次感染会更加速这些老化趋势 记者王志文 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